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 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这一天 清圣祖康熙 降临人士 康熙原名叫爱新觉罗玄业 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 康熙是满汉浑血儿 他的母亲同家世的祖先 本来是汉人 同家世的父亲是顾山俄镇 同图赖 同图赖先祖是汉人 是以经商为业 古代经商不像现在 咱们注册一公司 找一固定的地点经营就得 古代经商总是要迁徙的 全国各地都要奔走 同家人就这样 在全国各地跑 最后在府顺落了脚 我们知道府顺 这是火县区 当时大明和厚金 这两家所谓公司 都在争夺府顺 据说同事的叔祖父 杨姓 就是同样姓 倾向于厚金这家后起之秀 暗中和诺尔哈池勾建 被明朝发现了 把他逮捕入狱 进了监狱之后 同样姓玩起了 真人版的越狱游戏 还真的就越狱成功了 之后直接投奔了厚金 得到了诺尔哈池的赏识 诺尔哈池对于投降的人 从来都是欢迎的 为了表彰同样姓 弃暗投明 诺尔哈池就将宗女 嫁给了他 这么一来 同样姓就变成了 诺尔哈池的亲戚 这身价也就蹭蹭地望上涨 过了不久 同样姓的哥哥杨真 也就是同事的祖父 带领着这个全族人 投奔了厚金 在黄太极时代 同样姓被提拔为 汉人的昂帮张晶 相当于明朝的 总兵级别的官员 也就是说同样姓 是汉人军队的总司令 这个总司令 比后来的总司令 这个权力要大得多 他不仅拥有 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还有汉人的行政管理权 重德七年 公元的1642年 黄太极设立汉八旗的时候 同事的父亲 同突赖 升任整黄旗 故山俄镇 相当于整黄旗的老总 清军入主中原的时候 同突赖立功不小 所以在顺治13年 加奉为太子太保 官位的显赫 也让同家 跟皇室的关系 更加密切了 同突赖因此 就有机会 将女儿嫁给顺治 同家是嫁给顺治之后 15岁就生下了玄业 虽然说同家是 很少得到顺治的爱情滋润 但是玄业这孩子 继承大统之后 同家是也被尊为皇太后 这也算是一个 有福气的女人 康熙也是一大孝子 他当皇帝之后 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心 把舅舅 同国纲率领的汉军 提升为满洲相皇旗 所以说 康熙是一个标准的浑血儿 那浑血儿的智商 一般就比较高 当然了 这是民间的这么一个说法 康熙的出身 非常的好 但是他的生活 也并不全是幸福的 首先 他是缺少母爱的 因为根据清朝皇家的规矩 皇子生起来之后 生母是不需要过问的 一律交给特定的保母来抚养 而事实上很多朝代都有这种规定 这个规定虽然很无情 但是他真正的目的 当然不是反对天伦之情 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以防后宫甘政 而事实上 康熙缺失的不仅是母爱 父爱呢 也基本上没有 顺志是个对家庭很不上心的人 不管是对嫔妃也好 还是对孩子也好 他都表现得非常冷淡 康熙出生之后啊 就远离了自己的妈妈 每隔几个月呢 母子才能见一次面 而且见面之后呢 约束很多 就活生生呢 就跟那探访监狱里的犯人似的 妈妈不能跟子女过于亲密 孩子长大以后呢 当妈的还不能跟孩子说太多的话 到清朝这时候呢 比较流行天花 顺志呢 就是因为天花死了 在康熙两岁的时候啊 为了躲避天花呀 这奶妈呢 就带他离开了紫禁城 住在了这个北京西郊的一寺庙里 不过呢 这康熙还是没躲过这天花的袭击啊 最终也感染了 可感染归感染 他幸运的是呢 康熙没死 只是呢 在脸上留了一些麻子点 这大男不死必有后福啊 康熙后来当上皇帝 还真得感谢这次天花 原因呢 咱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康熙晚年回顾自己小事经历的时候 曾经说这么句话 叫朕幼年时为了必斗 跟着保姆离开紫禁城 没有在父母膝下享有一天的天伦之乐 现在想来深感遗憾 这从感情上来说 奶妈跟皇子之间的关系 比生母还密切呢 奶妈不光抚养皇子 还富有教育皇子的重任 所以在清朝皇室当中啊 奶妈的地位非常的高 叫儒母 如果说皇子登上了地位 一般都会加封自己的儒母 不少儒母的家族啊 就因此而大富大贵了 你比如说大伙都知道的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她的家族就是这么起来的 康熙的儒母孙氏啊 是整白旗汉军一个下级军官曹喜的妻子 康熙即位之后呢 就封曹喜为江宁之造 孙氏为一品告命夫人 曹喜死了以后 长子曹寅接替了江宁之造的职位 康熙南巡的时候呢 就是住在曹寅家里 有传言说江宁之造 其实是大内密探 负责为康熙搜了江南美女 同时呢 还收集地方的信息呀 话说离开儒母之后啊 康熙主要呢 是跟太监们玩 太监们呢 既是她的仆人 又是她的玩伴 这时候呢 负责康熙教育责任的呀 主要是祖母 孝庄太皇太后 孝庄啊 自敢在顺治身上 这个教育特别的失败 所以呢 对孙子们的要求就非常的严格 康熙是刚刚能走道说话的时候 孝庄就着意按照帝王的标准训练她 什么饮食啊 你是言行了 举止了 哎 严格的要求 在康熙五岁的时候呢 孝庄让亲戚侍女苏玛拉姑 教她学习满语 这苏玛拉姑啊 咱们说过 心灵手巧 知书达理 做事特别有分寸 尽管是一个女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优秀的老师 根据史料记载 苏玛拉姑要求非常严格 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康熙写字 读书 八岁那年呢 康熙当上皇帝了 孝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服装 偶心力学的把这康熙教育成一好皇帝 到康熙十岁的时候呢 生母逝世了 孝庄啊 就把康熙收养在慈宁宫 耳提面命 朝夕教会 康熙后来回忆啊 说如果没有老祖母的教会 断不至于有自己的今天 你可见呢 这孝庄对康熙的影响非常的大了 清初的时候啊 对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 大伙都很明白 只有把皇子们培养成 贤明能干的这个人才 才能治理好国家 所以呢 从幼年开始啊 皇子们就必须得用功读书 锻炼身体 努力的呢 朝着文武双全的这个方向发展 到了五岁的时候呢 皇子们就必须去上书房读书去 由宫中专门聘请的师傅 教授学问 这些师傅啊 在皇帝的授意之下 自然是秉着岩石出高徒的宗旨 努力的教出优秀的学生 一旦说在上书房上学以后啊 皇子们就必须得难时的这个上学了啊 绝对不可以旷课迟到 否则呢 会受到惩罚 当这皇子们也不是说想干啥就干啥 是吧 在紫禁城的神武门上啊 摄有羹骨 五骨打羹的时候呢 这皇子们呢 就必须赶到上书房 这时候呢天色微明 大伙还都睡觉呢 可即便是在皇宫中啊 也只有少数公义士的人在忙碌 皇子们呢 就在太监的引领和敦促之下 进入上书房 哎 这时候老师们呢 早已在那正进位坐着 等着了 老师教他们读书 写字 背诗文 到了中午呢 侍卫们给皇子们送饭来 吃完之后呢 继续消息 连午睡都没有 下午的时候呢 侍卫们呢 会送来点点心 吃完之后呢 再练习个骑射 到了伯木的时候呢 这一天才算是结束 可以说这种学习强度啊 不比现在的这些个高考 小生们这这学的时间短呢 做皇子不容易 当然你要非得就说 做个顽固子弟 天天爱揍 那也行 是吧 在众多皇子当中啊 康熙不论是读书 还是骑射 都是非常认真努力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 说康熙每天读的书啊 一定得背下来 从来呢 不糊弄自己 凡事都非常的认真 这个巨细无疑啊 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 康熙一定呢 请教老师或者是同学 直到自己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 绝不蒙昏过关 《青石录》里边写啊 说这个康熙五岁以后 好学不倦 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 对于帝王之道呢 圣贤心学和六经要旨了等等 无不融会贯通啊 不仅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那么在骑射方面呢 也是这样 康熙曾经跟一个叫莫尔根的侍卫 学习骑马射箭 据康熙回忆啊 说这莫尔根呢 要求非常的严格 只要有任何小的姿势 或者方法不对 他立刻就指出了 一丝不够的 莫尔根认真负责的态度呢 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让康熙学得了一身精湛的奇术 更让他从这种训练当中啊 感受到了治国之道啊 话说顺治18年正月初期啊 公元的1661年 这一天对大清国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大清的CEO顺治地 因为染上天花 在养心殿家崩了 第二天 北京实行了全城戒严 文物不关 全部呆在紫禁城里边听候命令 大伙的心情都非常的忐忑 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啊 高层的安排总是神秘的 在事情没有公布之前呢 是绝对不会让外界知道的 一切呢都充满了悬念 谁将继承大统 成为大家心里最好奇的问题 到了初九啊 大家心中的谜底终于揭开了 三皇子玄夜 出现在大家伙的面前 他身穿校服 在父亲邻前宣读告温 玄夜一出场 大伙心里有底了 行 哎咱们这皇上定下来了 行过三桂九寇之礼之后 玄夜换上礼服 前往慈宁公问安 一切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了以后 玄夜来到太和殿 宣布登上皇帝宝座 大家紧张的心情终于平复下来了 只见坐在龙椅上的这个玄夜啊 宣读贺表 宣布大赦天下 并于第二年定位康熙元年 说到这儿呢 咱们得解释一下啊 这个新皇帝登基呀 自要不是通过谋反改朝换代的 基本上出于尊重先皇的原因 一定是等到这一年过完之后 第二年再改元 当然了也有例外 是吧 你比如说宋太宗赵光义 在宋太祖赵光义死后不久呢 就改元了 派平新国 正因为过于仓促 显得急不可耐 所以大家伙呢 都怀疑 这小子是不是把自己哥哥给杀了窜了位 玄夜当上皇帝之后呢 很多人没料到 因为玄夜啊 是述出的 而且那脸上的不是有麻子吗 不太牙关 这顺治生前呢 跟他老爸一样 没有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顺治最爱的女人是董岳飞 原本想策立董岳飞的儿子为太子 可乐西这孩子死得太早 从此之后呢 顺治啊 也就不再提接班人的事了 直到临死前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要把皇位传给玄夜的意思 临终前呢 顺治想把皇位传给堂兄弟 这个想法啊 在咱们这汉族来看 觉得这太奇怪了 这玩意儿对不对 但是呢 在他们满族啊 并不奇怪 满族最开始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 诺尔哈赤创立了和硕俄真制度 这个制度啊 其实就是为了削弱军权的 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国赖长军的说法 顺治这孩子们都太小啊 这要立小皇帝的话 他也担心多尔滚擅权的事情重演呢 对不对 在顺治最后的几天里啊 召来了礼部侍郎王熙 让王熙呢 记录他的临终诏书 王熙本来就紧张就哆嗦 听顺治的遗言更哆嗦了 这些遗言是什么 我们呢 就不太知道 但是肯定事关重大 而且非常敏感 后来王熙啊 三次篡改诏书 有人就怀疑幕后指使的 就是孝庄太后 顺治到底跟王熙说了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啊 查无实料了 没有了 不知道 王熙此后对这件事也是绝口不提 把秘密的直接带坟里去 连自己家孩子都没说 这事咱们之前也提过 继承人问题关系的可不是说 就是他们皇家的这个江山的继承问题 这这是利益集团的问题啊 一个继承人后边 那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一个派系啊 顺治想力 唐兄弟为皇帝 自然会引起以孝庄为首的势力的不满 孝庄是一个保守谨慎的女人 绝不允许啊 政治大洗牌的事情发生的 对吧 在孝庄看来 那政治洗牌即使不会引起动乱 至少也会引起震荡嘛 顺治你想力 唐兄弟 这个唐兄弟究竟是谁呢 有人呢 就推测了 应该是和硕 安和亲王 月月 这月月呢 是诺尔哈赤的孙子 阿巴泰的儿子 十年的三十七 说他不光有政治资历 而且战功标柄 那更重要的是呢 他一直都是顺治的支持者 换句话来说呀 在顺治和孝庄唱对台戏的时候 他总是站在顺治这一边 所以从思想上来说呀 月月是一个开明派 积极主张汉话 那么葡萄牙传教士 安文斯呢 在发往西方的报道中 详细谈到了顺治想力 唐兄弟这个事 但是他也没提这 唐兄弟的名啊 我们不妨看看这 安文斯是怎么写的 他这么说的 他说唐兄弟看到皇帝 行将就牧 告辞请求允许他回家 但是皇帝的头脑仍然清醒 怀疑他要搞鬼耍花招 一是由于他的年纪 二是他从来是他的左膀幽逼 当他准备离去时 皇帝非常理智的对他说 唐兄啊 我现在已经快不行了 你还要走 不如留下来陪我吧 你就住在乡房里 晚上我还要与你共商国家大计呀 归天时 希望有你守在身边呢 带王爷退入乡房后 皇帝召来了几位大臣 宣布儿子为其继承人 留下的遗嘱便一命呜呼 对此他的唐兄一无所知 只是早晨的叩拜新王时 他才得知此事 当时京城的大门都已经关闭了 城墙头和要帝 均由新王派遣了士兵守卫 在皇帝驾崩的当天晚上 四位大臣开始辅佐少年天子 统治整个帝国呀 所以从安文斯的这个文字当中啊 我们似乎可以想象 当时发生的那一幕幕 顺志呢 想传位给唐兄弟 让他待在皇宫里边等消息 结果呢 孝庄传来的人马来到了 哎 这个篡改诏书 将皇位传给了玄业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呢 孝庄实行了戒严 把城门给关闭了 重兵把守以防不测 玄业当上皇帝 看起来是无风无雨 波澜不惊 实际上帝国内部是暗用四起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引起惊涛害了 久经风浪的孝庄 把这一切控制在无声无息当中 不愧是一个高明的政治操盘手啊 妙手控局是无风无雨 了的 孝庄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呢 她不仅稳定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还为帝国选出了一个杰出的CEO 那时候玄业不过才八岁 孝庄为什么会选她呢 当时被选的呀 主要就是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业 这俩人都是述出的 事实上由于顺治对皇后很不感冒 所以顺治的孩子呀 基本都是述出的 她从来呀没有跟任何皇后生下过一儿半女来 输出可不要紧呢 玄业至少还得跟福全比一比 这福全比她岁数大 这是福全的优势 但是福全也有自己的劣势 首先一点就是福全没得过天花 脸上没麻子 当然了 看起来哑观一点啊 但是呢 当时满人对天花呢 跟看魔鬼似的 如果有一天福全不小心换上了天花 一命呜呼了 这大清国岂不是又要折腾一番呢 玄业得过天花 所以唐若旺说丽玄业呀 这孩子得过天花 以后命长着呢 如果认为玄业当上皇帝 完全是因为天花 也不全对 玄业呢 也是有个人素质方面的优势呢 在玄业五岁的时候啊 曾经和福全长宁一起去向父皇问安 顺治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血来潮就问这些小孩 说你们将来都有什么志向啊 长宁那时候才三岁 志向什么玩意他都不知道 自然没法回答呀 只能闭嘴 当乖孩子 福全说我愿做一贤王 从福全的回答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人没什么远达志向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王爷 玄业回答说 我长大以后啊 我一定效法父皇 为国家劫中尽力 玄业这个话说的很漂亮 其实就是想当皇帝 所以大伙都觉得 这孩子不一般 玄业明显比其他的孩子 机警聪明 孝庄选顶他 应该说也是很有眼光的呀 玄业回答